大家好,我是影片的吸管節 這次中華電信MOT Hobby Video首映會 我們要推薦給大家的是一部新片 叫做玩命賽道 玩命賽道講的是一個 玩命賽車手庫巴 他為了要去協助妹妹 因為他妹妹身患了重病 所以他需要靠著非法賽車的過程 去獲得一筆獎金 然後可以拯救他的妹妹 那沒想到在這個非法賽車的過程當中 遇到疊對疊 想要利用這些非法賽車手的身份 去掩護做一些不法勾當的過程當中 庫巴如何脫困而出 這會是這個片最大的看點 那提到玩命賽道這個片 我覺得非常有趣的是 第一個我們應該國內的影迷很少看到 波蘭出品的電影 那特別是波蘭如何拍一個 比較商業動作賽車的電影 那這個片可以借鏡給很多國家來參考一下 因為如果你的資金沒有像好 因為這麼龐大 但是透過有趣的攝影機的進位的進巧 跟那些在賽道上呼嘯而馳 那些賽車的奔速感呢 那這個時候就很考驗團隊到底怎麼拍喔 所以這個片的一些進位上的切換 會是大家覺得很有趣的一個思考方向 比如說他用了大量悬挂的那些攝影機的鏡頭 會讓你覺得在賽車時候非常的轟轟作響 那種壓迫感你都聽得到 你也感受得到 然後透過空拍機的一些畫面 然後增加一些在賽車時候呢 不是只有晉升的那些車距之間的標速 他也增加一些更大的格局 給你看到他們怎麼追怎麼跑 那因為這個片有一個很有趣的賽車的過程 叫做黑洋比賽喔 那什麼是黑洋比賽呢 他們意思就是說在賽車的過程當中 故意有幾個車是在前面跑 跑給後面的狼去追 就是他們把非法賽車當成是一個博弈遊戲 那黑道透過這樣的博弈遊戲 去賺取中間的這些賭客的金錢 那我們男主角呢 他就當黑洋去給後面的狼去追 那所以這樣子一個賽車的方式 也會是各位過去看到的街頭賽車的比賽過程 是不太一樣的電影 我們推薦這部玩命賽道 給各位朋友看的原因 好每次最後我們都會提問喔 看看大家有沒有認真聽我們剛剛的介紹 這一次我提問的問題呢 就是請問這一次玩命賽道 是哪一個國家出品的電影 只要你在我們臉書專頁回答呢 你就能夠抽到這一次的電影票 這次電影票是6月12號要上映的 《失控特工》 那這部片是來自俄羅斯的電影喔 那請你到電影院來看這個強檔電影 MOD Harvey Video首映會 玩命賽道在6月份正式上架 請大家點選收看喔